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来修个小玩意儿 这是一个朋友拿过来的 非得让我给他看一下 两个强光手电都不能亮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不亮了 这个后面好像还带个指南针 这好像也坏了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首先要拆开一下 检查一下电池 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这种都是18650的电池 这个灯的一般的话很少坏 一般就是电池没电了 2.5V 明显电压比较低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电池是一样的 什么明涛 这个3.3V 这个应该还可以吧 我们换一下电池 试一下看 现在把我这个头灯里面这个电池拆下来试一下 我这个也是18650的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还是不亮 再试一下那个 试一下 都不亮啊 我们把这个电筒拆下来看一下吧 好,费了好大劲儿 终于把这两个电筒拆开了啊 这是两个灯头都拆下来了啊 然后拆下来之后呢 我用这个可调电源来试一下这个灯会不会亮啊 我们的可调电源直接调到这个4V的左右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可以亮的啊 那么证明这个灯头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同样这个也是可以亮的 那么就是这个电筒里面的这个线路不通啊 是哪里有点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一下看啊 好 这其中一个呢 经过我的更深层次的这个拆解啊 把这个开关这一块也拆出来了 最后检查了发现是这个开关啊 坏了啊 大家可以看听一下这个望远表啊 这个开关怎么按它就不捣通了啊 最后就是这个开关的 这个开关损坏了 我们看这个开关能不能修复啊 因为我没有这种开关更换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开关的内部啊 我已经拆开了啊 它就是靠这个中间 这个十字架这个东西来旋转 来控制开关的啊 它就是这个地方 嗯有点 这个发霉了的这种感觉啊 可能接触不好 我把它刚才用沙子轻轻地打磨了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装上去试一下啊 这个拆的话不好拆啊 有个堂皇 大家拆这种东西的话要小心一点 好这个开关呢 我已经装好了啊 我们再来测一下看啊 看它是不是已经好了啊 啊 这里按一下已经导通了 再按一下关了 再按一下继续导通啊 这边就已经修好了啊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试一下看 好这个我们已经全部都装好了啊 这个就修好了啊 啊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 嗯难得拆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也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就直接把这个开关拆下来看一下看啊 好它这个开关拆下来了啊 啊它这个是这样式的 我们测量一下的话 也是坏了啊 我们这表皮可以下 然后我们按一下 啊这是不通的 我们再按一下 这还是不通啊 我们无论怎么按的话 它都是不通的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开关拆下来看一下啊 这个开关呢 我们也拆下来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一圈都已经 呃有这个 脏东西啊 导致它接触不好啊 这这一面也是啊 它是这样接触的啊 我们把它也打磨一下 再试一下看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打磨好的状态啊 非常干净非常平整啊 我们打磨的话 用的是这个 细的这种沙子啊 不要用粗了啊 我这个是1500目的啊 这个细沙子 这种打磨啊 好 我们再来装起来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装好了 来测试一下啊 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好好搞啊 因为这个个头大一些啊 关 开 关 开啊 已经正常了啊 我们再装回去试一下看 好 这个开关这个尾头 我们装好了啊 我们测试一下再 啊 已经可以了啊 我们装上电筒来试一下 好 那么这个电筒呢 也全部安装好了 也试了一下 也试了一下 音量了 然后这个电筒 也好了 两个电筒都亮了 但是它在有一个电池也不怎么样了啊 我们 把这两个电筒就修好了 嗯 它这个电筒嘛 这个电池没什么电嘛 我本来打算给它充一下电的 但是我就发觉充不了电 后来我一检查发现它这个充电器啊 这个后面没有输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没有电压的啊 这是没有电压的 那么我们看是这个线段的还是怎么回事 给它检查一下 不然的话 它这到时候充不进电的话 又没有多久 又不行了 最后经过我的检查来发现这个线啊 并没有问题啊 这个线并没有问题 嗯 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为什么会没有输出 我根据这个线路跑 跑到这个三级管 这里一个8050的三级管啊 8550的三级管 我猜下来检查了一下 没什么问题 然后它这里用了一个运算放大器 我就查了一下这个运方的工作条件 以及它 大家以它这个有关的几个 给它作为这个反馈的电阻啊 嗯 也没什么问题 最后我就怀疑是这个运算坏了啊 然后我就在我这个 旧板上啊 这里有个358 我猜下来了啊 这个是它本身的是 RM358 双运算 我这些换上去的是一个 U UTC 358 是我从这个板上猜下来 然后在通电的话就正常了啊 我们把它装起来给大家试吧 好 现在我已经装好了啊 我们插上电 再来测一下这一点的这个电压啊 现在是有输出电压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5V左右啊 5.05V 正正常啊 那么就是这个358的运放损坏了啊 导致这个充电器没有输出 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维尔还在那修 确实是啊 我说句实话 我自家的手电筒坏了 我都没修 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非得要我给他看一下 那么一个很 这个运气很好 都给他修好了啊 不过充电器都给他解决问题了啊 我以后自己家里电筒坏了 我也有经验修了啊 我也是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拆这个东西 以前都不知道怎么拆 好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冲我们下期再见拜拜